石头小攀两怪人,沙漠之中赛真金,浩荡封烟图灵响,边垂小镇索阳春。 西兵燕用筷子沾着酒,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,他说,我们本不该由这里出关的,只因为你们不认得路,所以已经来到了这个地方,我们现在只有沿着这条路走。 楚留乡说,这条是黄河吗? 不错,这里正是黄河的上游,我们可以沿着河一直走到银船。 我知道,乍木河昔日的势力并未到过阴山以南,所以在这段路上,我们不必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线索,但是却必须要防备他们的耳目。 楚留乡和胡铁花都没有打断他的话,西兵燕接着说, 所以,明天我们到老龙湾的时候,你就要将马寄存下来,我在那里也有伙计,你可以放心。 楚留乡忍不住说, 这匹马,我必定要带去,不行,为什么? 这匹马不但太招摇,太热眼,而且本是对方所有,我们带着这匹马走,简直无意带着一块招牌,我们绝不能冒这个线。 楚留乡想了想,不再说话了,鸡兵燕接着说, 你要知道,现在对方不但是在暗中以一带牢,而且占尽了天时地利和人和,我们根本连一丝有利的条件都没有,若想得胜,只有以骑兵出其不意, 所以在我们找到他的下落之前,绝不能被他们发现我们的行踪,否则他们若仗着沙漠的地利来暗息,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 楚留乡默然了半生,常叹道,我想的本来没有那么多呀,我,鸡兵燕一字字地说,你要记住,对方正是因为知道在别的地方杀不死你,所以才要把你引诱到沙漠里去,他既要将你诱入沙漠,自然是因为他在沙漠里游,把我把你杀死,这正是你平身最艰苦的一战。 你怎样,你怎能不多想想呢? 楚留乡苦笑地说,但是有些事,也不能想得太多呀。 鸡兵燕干了一杯酒说,好,现在我们什么都不要想,先睡一觉,纵然睡不着觉,也要强迫自己睡,因为我们现在绝不能浪费半点精力。 鸡兵燕很大,三个人都睡下来了,胡铁花手里拿着酒杯,忽然笑着说, 无论如何,现在我们三个人总算又睡在一块儿了,哎呀,就像十几年前一样啊,那些甜蜜,美好的老日子。 鸡兵燕冷冷冷的说,那些日子也不见得有多好,那个时候我们喝的是酸酒,躺在又冷又湿的草地上,现在我们却有又软又暖的床。 胡铁花叹了一口气,摇了头说,不不不不,过去的日子永远是美好的,你不懂,这种事你永远也不会懂,因为你既不解风情,又太现实,太势力。 你啊,你只知道,说到这儿,他突然停住了嘴,因为他发现鸡兵燕已经睡着了。 第二天黄昏,到了老龙湾,在鸡兵燕的一座农庄里,楚留乡等下了马, 他忽然发觉自己对这匹马,那是有些依依不舍的,他不禁喃喃的苦笑。 也许,也许我的确老了,所以我的心也开始变软了。 马在思命,楚留乡,抚摸着柔滑的马背,笑着说, 怎么?你也舍不得我是吗?是不是怕我这一切就永远不回来了呢? 胡铁花却像是兴奋得很,正在那边和鸡兵燕检视着骆驼和车马, 每样东西的都要看一看,问一问。 他现在已经知道,那又聋又哑的大汉叫石头, 却想不出,那一个人的皮肤怎么可能会变成这个样子? 他现在也已经知道,那赶车的小伙子叫小潘, 这小潘其实早已经不是小伙子了,至少已经有三十来岁, 却天生着一张娃娃脸, 没说话他就先笑,说完了还在笑, 叫任何人都没法跟他发脾气。 胡铁花越看越觉得有气,忍不住说, 小潘啊,你今年可有三十五岁吗? 小潘笑嘻嘻地说, 嘿嘿,凤凰您说,再过一个月呀, 小人就四十三了。 蝴蝶花笑了, 哦,四十三,看不出,四十多岁的人还叫人家叫小潘。 我说,你真开开心呢。 小潘笑眯眯地说, 小人就算活到八十, 还是希望被人叫小潘, 这可不是什么露脸的事, 不过也不丢人。 胡铁花盯着他说, 鸡兵宴既然把你带来, 你必定有些特别的本事, 有什么本事啊? 露两手瞧瞧, 行吗? 小潘陪着笑脸说, 小人的本事, 小人的本事就是什么都不会, 什么都不懂, 一个人活到四十多, 那还是一点本事都没有,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事, 您说是吗? 胡铁花大笑, 你能说出这些话, 可见你的本事, 不小, 不小, 日子过久了, 他刚发现这个小潘, 不但能够见人说人话, 见鬼说鬼话, 而且还有一种特别的本事, 长江南北大河两岸, 福建岭南千贵穿鳄, 无论哪一种方言, 他竟然都能说得流利自然, 就和在那边土生土长的人, 那是完全一样的, 无论做什么交易, 你只管放心的让他去做, 他就算闭着眼睛, 那都不会吃亏, 而那个石驼呢, 虽然不能和人说话, 他却和畜生能说, 他似乎能用一种神秘的语言, 来沟通他和畜生间的思想, 无论驴, 马, 骆驼, 他们心里在想些什么, 他全知道, 他心里想要这些畜生干什么, 他们居然也就能乖乖地听他的话, 有时候, 胡铁花简直想不通, 这鸡兵验尸用了什么法子, 把这两个人找来的, 他实在是不能不佩服, 马车果然在昼夜不停地赶着路, 小潘和石驼就像是根本没睡过觉, 但是过了几天, 这小潘仍然是兴高采烈, 满脸笑容, 石驼更是连头都没有低下过, 胡铁花忍不住了, 他说, 哎, 不说, 你们两个人难道就不睡觉啊? 鸡兵验尸说, 有些人无论在做什么的事, 都是可以同时睡觉的, 啊, 那赶车的时候还能睡觉吗? 嘿嘿, 蚂蚁石头, 赶车为什么不能睡觉呢? 嗯, 不错, 赶车的时候总还是坐着的, 但是, 但是那石头他不但没有坐起来, 简直连站都没有站呐, 难道他走着也能睡觉吗? 正是, 正是如此, 你以为我是三岁的孩子呀? 鸡兵验尘下了脸, 不再说话了, 楚留乡却笑着说, 这倒不是骗你, 有的人的确是在走路的时候都能睡觉, 只因为他的两条腿虽在走路, 但是精神却已经完全松弛, 和别人睡觉的时候是一样的, 胡铁花失笑说, 哎哟, 这本事还是真不想啊, 鸡兵验冷冷的说, 这个本事可不是天生的, 那是被磨练成的, 一个人若被人用鞭子赶着, 不停不息地走上一年, 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要挨鞭子, 那么, 他以后纵然赤着脚走在雪地里, 也照样能睡觉, 胡铁花动人说, 怎么, 这个石头难道就说过这样的罪吗, 嗯, 哎哟, 那为什么别人让他不停地走, 而且走了一年呢, 为什么, 鸡兵验默然了半声, 忽然说, 你可敲击过拉末的驴吗, 啊, 我见过, 他就曾经被人当作拉末的驴子, 只不过比驴子还要惨, 驴子还有休息的时候, 他却脚步停步, 整整拉了一年, 胡铁花忍不住打了个寒针, 他说, 啊, 那是什么人啊, 他为什么要如此的残忍, 他为什么如此的对待他呢, 鸡兵验摇了摇头, 又不开枪, 胡铁花只有喝酒, 他心里还是不信, 一个人怎么能在走路的时候睡觉呢, 他决心要瞧个明白, 这个车子纵然是天下最舒服的一辆, 但是整天整夜的闷在里面, 那胡铁花都被闷得要发疯了, 他本来就想找件事做做的, 于是他就扶在车窗上, 瞪大了眼睛, 去瞧那石头, 他倒要瞧这个人走路的时候是怎么睡觉的, 石头那双灰蒙蒙的眼睛, 那始终是睁着的, 茫然地瞪着远方, 就好像能够望见一些别人看不见的美景似的, 胡铁花这个时候时时刻刻地在留意着他, 过了一天, 忽然大笑, 好个四公鸡, 原来在骗我的, 疾病眼皱了皱眉, 什么, 骗你, 他连眼睛都没有闭起来, 他怎么睡觉, 他睡觉是不必闭咽的, 那又是为什么, 因为他本就是个瞎子, 瞎子, 你说这个人不但有龙又雅, 而且还是个瞎子, 鸡兵燕闭着嘴, 他说话, 那是从来不说第二遍的, 胡铁花说, 难怪他这眼睛看得这么奇怪, 但是, 但是瞎子怎么能走路, 瞎子怎么能像他这样走路呢, 我这实在是讲不通啊, 他身旁的牲口, 就是他的眼睛, 那身旁要是没有牲口了呢, 那他就设法叫一只来, 越说越喧了, 说得他简直就不是个人了, 简直就像是一只野兽了, 他根本有时候就是一只野兽, 只因为他自己本希望自己是, 是一只野兽, 他认为和野兽在一起都可比人相处, 容易得多, 听到这儿, 蝴蝶花默然了很久, 然后说, 那你, 那他干嘛, 要为你做事呢, 鸡兵燕的嘴又闭起来了, 蝴蝶花已经看出他非但不愿意回答这句话, 而且也不愿意再讨论这件事了, 谁知过了半晌, 鸡兵燕居然一字一字的说, 那只是因为, 我救了他的性命, 蝴蝶花又默然了许久, 叹道, 啊, 那, 那你为什么还要带这样一个又聋又哑又瞎的人, 再到沙漠中, 去涉险呢, 鸡兵燕冷冷地说, 只因为, 只因为他在沙漠上, 比十个不聋不哑不瞎的人, 那都要有用得多, 沙漠, 沙漠, 遇到了沙漠, 这里是沙漠边缘的一个小镇, 站在这小镇唯一的客栈门口, 也可以望见那无边的大沙漠, 小镇上只有三五后人家, 在刺人的风沙之中, 渡着艰辛的岁月, 他们唯一的珍贵之物, 就是一口水井了, 鸡兵燕一笔买酒更贵的价格, 买了十几大羊皮带的清水, 然后又一笔买猪更便宜的价格, 将几匹疫青露出了皮带的马, 卖给了小镇上的住户, 却放火, 把那个大车给烧了, 这是他的心爱之物, 他不能带走, 就毁了他, 他绝不肯将自己心爱之物, 留在别人的手上, 胡铁花忍不住问了, 我懂得你为什么把这个大车给毁了, 可是我不懂为什么要卖马, 你就算小气, 也不至于贪图这几辆银子吧, 鸡兵燕说, 要是把这几匹马带入沙漠, 不出三天, 他们就会累死, 胡铁花说, 那你为什么不索性放了他们, 马性石途, 也许他们自己能够走回家的, 走不回去的, 为什么, 这条路上不但盗贼横行, 而且中年饥饿的人态度, 若将他们放走, 他们不落入盗费的手中, 就难免要落入别人的肚体, 那你认为这个小镇上的人, 就能够好好的对待他们吗, 不错, 这些人竭渐善良, 对于马匹是很爱护的, 必定会将他们养得肥肥的, 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丝讥讽的笑容, 歇着手, 这样, 等他们将马卖出的时候, 再能卖得好价钱, 而肯花好价钱买马, 马的人就绝不会把马买来吃了, 虎铁花说, 既然如此, 你为什么不索性把马送给他们呢, 人们对自己买来的东西总会珍惜一些的, 若是别人送的, 就难免要瞧得清了, 虎铁花默然了半赏, 叹了一口气说, 哦, 想不到, 你竟然会为几匹马设想的如此的周到, 哦, 看来你有点变了, 鸡兵燕冷笑着说, 呵呵呵呵, 你以为这是我的主意吗, 啊, 谁的主意啊, 啊, 这句话已经用不着鸡兵燕的回答了, 只因为这时候他已经瞧见了石头, 那张冷漠, 丑陋, 像是用麻石雕成的脸, 这张如麻石雕成的脸上, 此刻竟也有一些悲伤的意思, 就仿佛在哀伤着好友的别离, 而那几匹马的嘶叫声, 也微弱得如同在叹气, 现在, 楚留香, 胡铁花, 鸡兵燕, 都已经打扮得和任何一个普通的行商客旅, 没有什么两样, 石头却换了猛人的装束, 用一条宽大的白布绑在了头顶上, 为的并不是遮住阳光, 只是遮住面目, 至于小潘呢, 他随便穿什么, 你无论把他放在哪种人的里边, 他也绝不会令人觉得刺眼的, 他们在将近黄昏的时候, 进入了沙漠, 这个时候, 太阳虽然已经落下去了, 热气从沙漠里蒸发出来, 仍然热得令人恨不得把身上的衣服都脱光, 但是, 用不了多久, 这热气就消失了, 接着而来的那是刺骨的寒风, 风刮在脸上, 就像是刀, 胡铁花恨不得把全身都躲到驼风的后门去, 他坐在骆驼上, 只觉得摇摇荡荡, 就像是坐在船上, 储留乡, 鸡兵宴, 小攀也坐在骆驼上, 他们瞧见胡铁花坐骆驼的样子, 几乎忍不住笑出来, 是啊, 任何人坐在骆驼上, 那都不会好看的, 只有石驼, 他仍然跟着骆驼, 在一步一步的走, 走, 是沙漠, 是沼泽, 是冷是热, 对他这个人仿佛那是毫无影响, 若是以前, 胡铁花一定会忍不住说, 哎, 哎, 你为什么不坐在骆驼上, 但是现在, 他用不着问, 因为他知道, 石驼是绝不会坐在任何的驴, 马, 或者是骆驼的背上的, 因为, 他认为, 他们是朋友, 所以, 我慢点打工程度, 我慢点打工程度, 下一个银行车, 他的银行车道走路, 我会然让你放过一旦, 一旦走路, 我会能的银行车道走路,